第一個 他的生日是2015年的 第23個禮拜 注意看 他有四個digit 2315 那前面23你怎麼算呢 你就除以4 4 6 2 4 大概就5月底 就2015年5月底這個輪胎出來 2313你就不要買了 大概差不多幾個月就沒有 就到六年的期限了 所以說輪胎是六年到十年 一定要換 譬如說我這個新的輪胎 全新的放在這邊不用 過六年以後或十年以後 你一定要換 就算我一點都沒有用的話 一定要換 因為它有它的本身的材質 有它的壽命 你出去以後就會出問題 來 我再跟妳講 感谢观看